欢迎收看韭菜俱乐部 又到了礼拜四 今天呢 一样是赖申凯赖老师在节目现场 老师好 大家好 我是赖申凯 欢迎收看韭菜俱乐部 这个礼拜其实经济数据并没有很多 最重磅的消息呢 就是联准会FOMC的会议记录在昨天公布了 那会议记录显示啊 其实 部分的联准会委员认为 7月就可以降息 但是啊 多数人是相信 鉴于通膨趋缓就业转弱 9月降息是合理的行动 所以可见啊 9月降息基本上应该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啊 那再加上下个礼拜又碰到了 灰达要公布财报 所以呢 台股明显就可以看到继续维持盘整 还有 亮缩的格局 那当然啦他就持续在季线的附近游走 那我们看到外资的动作 虽然本周呢动作不大 可是啊在期货的空单外资是持续的加码 然后现货市场也是卖比买多的状况 那到底现在台股后续是要向左走还是向右走 还是向北走还是向南走啊 我们难道要用拖鞋拖鞋才能知道吗 请赖老师来帮大家解惑一下 如果用拖鞋的 答案你已经知道了 新鞋 因为林昂佩拿到金牌 所以已经告诉你新鞋 会大涨 这是我心里的期望啊 大家的期望 好那我们回到盘氏上面 还记得吗 过去两个礼拜 当市场最恐慌的时候 上海跟大家提醒 整个台股的行情进入到了物极 必反的第1部曲 也就是反弹走势 而来到现在 刚好就在第1部曲跟第2部曲 可能要交接的时候 简单来讲 第1部曲反弹走势进入到了清水休息站 大家可以这样想 整个行情从屏东走走走走走走到台中的清水休息站 哇灯光美气氛家风景好 去看过夜景的人都知道对不对 神凯是台中人 所以 他基本上快盖好的时候我就去过那边了 那时候 哇往下看真的蛮漂亮的 那越来越多的情侣去那边 那你想 你去那边 进到休息站 你会做什么 休息 我还以为你要说过夜 TG才刚过而已 过夜我告诉你 那附近很多 很有特色的 夜景餐厅 MOTEL 你知道台中市也有很多旅馆 齐齐有过的人你应该都知道 好那回到我们清水休息站里面 简单来讲你进去休息站大概不会是过夜 你是进去休息上个厕所或是密一下嘛 累的嘛 那或是肚子餓了去吃个东西 那 休息的时间应该不会太久 接下来 要嘛继续往北走 要嘛回头往南走 所以呢 我用清水休息站来 形容现在 第一步起反弹走势来到这边 也就是一个休息的时间 那 如同一开头所讲的那到底是往北还是往南 基本上往右是一定的答案啦 但是我们想知道是往北还是往南嘛 好那我们回头来看 来 基本上 你可以用 月线跟季线 就在晚点讲 就用这两条均线来讲 如果说 突破站稳季线 那么 就是往北 那如果说回破了 月线 那就是进入到第2部曲 拉回 主底 为什么这么讲 简单来讲 呃 接下来 这礼拜四到下礼拜四应该会有 上演大 场面的状况 可能还不止一天 来我们先从技术面上面来看 目前就月线的扣底 在这边也就是说从 呃明天开始扣这边到下个礼拜五 扣底 那接下来至少有一个礼拜 他会在目前的月线之下 所以如果说接下来一个礼拜 他都能够 大反在月线之上 说量说整理 那 到时候 月线是自动翻扬 那如果到时候又站上季线的时候季线的扣底 目前在这边一个礼拜后之后也在这边 也是在季线之下所以 一旦做表态突破 站稳季线 那所有的均线全部翻扬 又变成是一个多头的架构 当然到时候 就看盘面上用什么族群什么个股去 补量 因为 基本上季线之上 就是 大盘 在今年以来 有最多狮子套区的地方 这边都是一个深水区 所以势必要去补量 那这个补量到底怎么个补法呢 待会我们跟大家稍微做一下撒盘推演 好 那如果说在休息站里面是要往南走 那预计 在这边 月线扣底对 对多方有利的情况下如果说他还是让他去破掉了 那我们认为他就是 进到 屋脊壁盘的第二部曲 拉回 主底 那这个回 你也不要想说 哇 来到这边 我想应该还不至于 这个应该会是一个 其他是一个黄金右脚 也就是说他 比较容易出现一个长短脚 这边是长的 这边是短的 那原则上往下就是看半年线这附近 所以 从整个新颈结构上面来看 很清楚的知道 现在 在清水休息区里面 往上往下都有机会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 我说会有大场面 那这个大场面到底会让他是 从修生出来往北还是往南 我们来 沙盘推演一下 第1个 今天往上又来了 初领失业就职金人数 过去3个礼拜 来到这一天 礼拜四晚上的美股 都是大场面 先跌一次 后面两次都是涨的 那今天呢 我们来猜一下好了 其实整个 台股里面 最敏感的 最敏感度最 高的或者说 电话线最初的 其实是内支不是外支 所以今天大盘在回的过程里面 你看到 欧里指数是 逆势涨的 他 看一下 目前还站在 所有均线之上 明显 短信上整理过程 比大盘来得强 所以 内支既然 鼻子最零 电话线也最初 那如果说 晚上有大 场面的可能 他还是 好像 继续去顶火装好勤股 那 应该这个数据出来 偏多的机会比较大 这是我的猜测 会不会如期呢 希望林昂佩的 聖杯 在今天就让我来个一个 对对对 来加值一下 再来第二件事 周末晚上 大家都去 Happy birthday的时候 美国 这边在进行全球央行临会 最重要的当然还是在 美国跟日本央行的总裁 怎么说 那就 鲍尔来讲 我想 市场最怕的会是 就是 他会说 基本上九月升息已经是一个板上钉钉的事情 这不用怀疑 那市场想听到的是他有没有暗示说他到底九月要升息一码还是两码 如果是两码的话 可能会把市场吓一跳 因为那代表说他对 经济 美国经济整个趋款的状况可能他比较担心 所以才会有两码 快速降息的状况 所以两码我认为是不好的 那基本上我如果是把我的 我只会 我不会那么北欺 真的 对我不会去暗示你会是一码或两码 那么 下个月开会的时候就知道了嘛 后面再慢慢 释出一些讯息就好了 干嘛要把他讲的那么的明确 晚上 就讲说 透露 会降息 而且 应该会持续降 那重点去听他对美国经济的一个 展望 这个才是重点 市场最担心的是美国经济趋缓的状况是硬着陆嘛 所以 听 他等个发表的言论那重点在这边 第2个 应该不会有第2个北欺跑出来才对 日本央行 之前他 吴玉井升息已经弄了那个日元套利交易弄了全球资金团乱 对不对 那他这次出来讲话我相信他应该不会去暗示说 我又要升息了 解北欺 应该是不会这样 拿石头砸自己的脚 所以他 我们就是关心一下 我想他应该只会去老调通坦 大概就是这样子 或者是给市场安定的一个 言论就是说 短时间他不会再升息 大概就是这样 那这是 应该说明天晚上 整个全球亚洋年会 我们要关注的重点 那再来第3个 灰打的财报在下礼拜三 那这部分要关注什么 我想他的 财报 前一季的财报 应该是很漂亮的 比整个营收比市场预期成长两成 我想这个是从过去的观应该是会发生 重点在于他的猜测 重点在于第1个 GP200 这个稍微市场传出说有delay的情况下 黄荣勋怎么说 他如果说没 开胸部没 没事情 或者 另外市场传出说 水冷的 这个系统上面有漏水的状况 如果人家问这个 他说没事情都改变了 那这样当然 配合如果他的财测 既然GP200如果说他说 没事 那会按时出货 明年会开始大量出货在第1季 那这市场当然就会 觉得这个财报 财测出来 会是比上运起来的好 那当然 他的股价 应该就会有 不错的表现 不过我要事严提醒大家 就算财测很好市场 给他按赞 那股价上面因为他已经先涨了 这部分涨财报 财测好不好 才是他能不能再创新高的重点 所以关注的重点在财测上面 好那这就是在未来从 今天晚上到下个礼拜四 大事件 会出现大场面的这一些 我们先跟大家做一个预告 要留意的重点 那接下来到底 大盘要往北走还是往南走呢 我认为 就由这些事件来决定 不过呢 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当 大盘这几天开始进入清远休息站在休息的时候 其实盘面族群跟个股的轮动 他没有整个荡下来 那只不过他轮的比较快一点 这个在整理格局里面很常见 那为什么会这样 就我一开始我跟大家讲的 内侧在这边的动作其实看起来还是积极的 你看起来大盘是没量 但这量跑到哪边 在欧利器上面 仔细来看一下 这几天 你没有发现有黄色的 黄色的代表出量 大盘都是 灰色的 都是低量 但是 欧利器这边 从应该是上个礼拜三开始就 动不动就是中性或是出量的水准 等于说 钱很聪明他都会跑到有 钻头的地方 那就在中好行股上面 因为大行股需要大量嘛 那你外资还没有大回补的时候 这个量比较容易不容易出来 那就跑到中好行股上面 所以呢 我认为在 清远休息站的过程里面 你还是要睁大眼睛去找 下一波如果他是往北 到底什么族群有机会成为 出来滚量 或是强势的族群 在整理过程里面 除了个股表现之外 再来就是留意这一块 那这就是我们接下来会跟大家谈的一个 重点 OK那所以就像老师讲的 现在整个盘要观察就是量能的部分 但是中小行股机会还是很大 所以大家眼睛要睁大一点 那再来今天老师刚讲 今天他会跟大家讲哪些呢是已经准备好 就等万事俱备就欠东风 就等资金这把火点下去他就可以发动 那现在老师会看好哪些族群是已经准备好了呢 好 那我们先从大盘这一波再推的过程里面 这里 今年台股在涨的时候有三网 台积电 连巴跟鸿海 对不对 但是在这一波板坛里面 基本上鸿海是比较 落对的 那这当然跟QB200这一块市场传说他有 出货delay的状况 因为有设置掐齿嘛可能会出货delay 那他又占的比较大的份额所以他最近是有 顾法比较慢 但是呢 或许 回答财报公布完之后 黄军释出了训练如果是OK 他就会 开始 赶进度 这是一个扶贫 我们先把他亮在旁边 观察 那重点在于台积电 跟 联发科 台积电目前都已经站在 之前都已经 站在所有均线之上 同时他也有 突破 相对大阪 这边的 8月 1号的位置 那再来看一下联发科也是 好 所以 重点还是从台积电上面 因为 他就像台湾 电子业的 旗舰 旗舰旁边当然会有很多护卫舰嘛 所以旗舰往前走的时候 护卫舰跟着跟着跟着 此乡可辣 那你去想 从这张图 我们去想 台积电金明两年最缺什么 这就是过去两周我一直跟大家谈的 或者先进封装产能这一块嘛对不对 所以我抓出了设备 因为他自己跟外部帮手 日月光一直拼命在扩产 用尽尽力气扩产 都还是不够用 所以设备这边他的订单能力度到明年 这是很明确的事 所以第1个 从台积电来出发 那 从这个旗舰 电子业的旗舰出发 我们先从他最缺什么 去挑 盘回下来 所谓的涨时重视 叠时重值 这就是我一开始 物级币板反弹开始的时候 我去抓 台积最缺的 或是 行政封装 设备这块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好 那重点是 这些个股 前两个礼拜我跟大家谈的 譬如说 3583的新云好了 这个我们谈的最久 那是不是也都成为主流 那表示他的涨势 当然是还蛮亮眼的 那包括 红硕 万润 星云 后面跟赛眼的智胜 还有 接下来有威科 军豪这些 我想在过去这一个礼拜大家都看到了 好 那我们就简单来讲 你如果现在手上有这些个股 你心里在想什么 好 啊大盘里面 效捆 那这些股票会不会效捆 那我要不要去做一个调节 或是我要全部卖掉 再来买新的强股或是新的主流出群 好 那我的做法很简单 第一个就 举实际的例子给大家讲 简单的一招 应该说 你可以用两个方式 第一个 人家大盘在谈 都还没有过高 个股领先 创新高 那通常在创新高的时候 都会有获利回头的卖样 那个时候当他大涨的时候 你当然可以做获利调解 这是一个最简单的概念 第二招 这就是一个规律性 可以用的一招 分享给大家 昨天 第1个他出现了 黄温K棒 黄温K棒的意思就是说 今天的收盘价 收破昨天的低点 那这根K棒就是黄温K棒 相对的当然就是破小K棒 好 那这就是第1根K棒的 扭转 也就是说原本是多方 他来到这边开始有要转向的状况 会出现第1根的扭转的K棒 就是这个黄温K棒 如果搭配他是跌破最短的均线 不是均线 K线跟均线两个碰在一起 那这就是有初步要休息的征兆 这个时候你在昨天 当他出现这种情形的时候 你就可以去做获利调解 甚至你手中资金如果比较少 你要全部获利下车 也没关系 就这么简单 好随便再找一档来看 3580的尤威科 今天是不是出现了 黄昏K棒加上跌破白色的这条5日均线 所以 当你从底下 报上来 来到这边 你要做 霍利班的动作OK的 你要把他全部卖掉也可以 当然这个时候你就会问我说 老是 你怎么让人买钱 你都要买起来 卖错了怎么办 那就两种 第一 要他买到 就会幸福 那就让他背吧 第二 你就再去买新的强股 不就得了 这是一个办法 意思就是说 你也可以再把他追回来 你也可以去买新的强股 就两种方式 不要怕 不要怕卖飞了 你赚钱 赚钱 卖掉 就算他 背出去了 你还有钱再去买新的强股 再赚吗 或者 眼睛闭起来再把他追回来 这都 有钱就有很大的操作弹性 所以呢 回过头来 顺便跟大家聊一下 大家很常遇到的问题 好 所以在 台积电最缺的这一块 先进封装的 COAS先进封装的设备这里 涨多了 你可以做这样的动作 那当然 另外一个大家会问的问题是说 那有没有什么 要接放 演好戏的 当然有啊 当然会有 Standby的 来 我们来看一下 2360的自贸 这两个股 目前 今天 逆市的收涨站在所有的均线之上 这意思就是说他是站在一个公企的发起线上 好 那 我们看好他的主要理由 第一个 他的系统席的检测设备这一块 因为AI 蓬勃的巴掌 所以他 需要他这样的一个检测设备 其实需求还蛮强的 那这毛利也高 因为他在半导体检测设备这一块的毛利都是偏高的 都是比平均的毛利来的高 所以呢 第1个系统级的这一块 第2个 既然把它列在 COAS先进封装设备这里 当然他也有这方面的检测设备 那预计下半年 会验证通过 那接下来慢慢出货 那这个时候 今年到明年 他也进入的可以 营收 出现一个爆发性的产品的一个 这一部分 第3个 未来的技术叫做矽光子嘛对不对 叫做CPU 共同碰装原件这一块 那他也有这方面的检测设备 都已经做好了 谁可以用 再来第4个 刚刚一开始有提到的 水冷系统这一块 因为他会带动整个 整个 AI系统他就是说 散热的热能比较高所以他需要用到异能这一块那相关的 散热系统的一个检测设备他也有 所以呢 如果他 就说他在他半导体检测设备这一块 基本上会是他 下半年到明年最主要的成长动能 这就是我们看好他的 那你如果把他的上半年财报抬出来看 哇马力率又是50%以上 水啊 那营收一跳那这个获利的3G跳 那就 很可观了 这就是之前我在谈那个 天进封装设备的时候 我提到说你如果从 基本面去找你要去找那个毛利率高的 比如说 像那个 万润啊 就是很明显嘛 那像个 有一颗 他也一样 整个规模放大之后他的毛利整个跳上来 所以去找这一种 这是从基本面上去看 聊完字帽之后 可能大家会觉得 哇骨价比较高 比较那么亲民 没关系 中低价也有这样的 小标兵 那 这一档 我把它当成彩蛋 放在我们物极必反常保图 这一份 资料里面 那这一份资料我们的一个 寻找好股的 一个逻辑 很简单 就是我刚跟大家秀到了这个 从台积电最缺 最怕 还有最补的产业里面 挑出 好的股票 那不只是基本面好 当然 买完之后 三个月才动对大家意义也不大 所以我们也会搭配技术面 认为他蠢蠢欲动 认为他不久 就会来玩大的 那这个 我们就把它放在资料里面 所以 比较中低价不到100块的 站在所有军线之上的小标股 应该说 小标兵 我们期望他成为小标股 那就放在这一份 物极必反的 长保图里面 你可以 往下 点一下 这个连结就可以 轻松 拿到手 好OK 刚刚老师 除了讲目前现在台积电最缺的是什么之外 老师还要透露 在现在整个大盘呢 在盘整的过程当中 我们到底是 该报股 还是该加码 或是该减码 的一些操作方式 这两个心法 大家自己要记得 如果忘记呢 可以再回头再多看几遍 好好把握这个 盘整可以赚钱的机会 另外呢 除了刚刚老师讲台积电现在最缺的就是 Covers的产能部分 其实台积电还缺一个 就是缺电 那这个其实大家都知道 那现在其实大家也应该都会想问老师 电力相关族群其实也整理休息好久 他们 都没在动 那现在到底他们这个族群准备好了吗 可以接棒准备是下一步的 上涨的部队了吗 大蛇打七寸 这个问题真的问到重点 那我们回到这一张表好了 来 台积电到处在台湾盖场扩产 他最怕发生什么事 最怕 政府扯后腿 就是缺电 那缺电 基本上在AI蓬勃发展的时候 不是只有台湾怕缺电 美国也是因为最多的资料中心就在美国嘛对不对 所以过去我在跟大家谈到绿能的时候 我一直跟大家强调 光光是重电设备这一块 他 属于 订单 内需跟外销通吃 所以我看好他长线的发展 那么同样的概念 当这一波回下来的时候 我们最早去看好的两大族群 一个就是刚刚讲的COAS先进风窗设备这块 另外一个就是 绿能当中的各个次族群 最重要的是重电设备 同样的概念 叠时 种植 所以我们都去找那种未来订单能见度 高的 未来 产业趋势成长 看好的 那这个时候如果他股价又有回 那就太棒了 好 那有关于重电的部分 基本上我要跟大家强调的 除了 过去讲的 内部我们也会有台电前进 电网计划 那你 大家不晓得有没有发现 在赖总统上任之后 他底下总统 新成立的三个委员会 其中一个 就是国家气候变迁对策委员会 白白白开第一次会议了 当时他才是的一个就是说 在强热电网计划原本是10年来强热电网嘛对不对 现在缩短到4年 那4年的部分主要是在重点区域 并不是全部 而是4年重点区域要把它整个 达到我们要的强热的 呃 程度 那这个 表示台电的标案 不管是重电设备或电竞电站这边 他四处标案他工程的进度会加快 那这个对 重电族群对整个绿量族群 当然他们的业绩的 呃的地基 是不是 就会电得更高 好 今天要跟大家谈的是外销这块 哇 大有涨货 而且呢 这 吃香喝辣的程度应该是 越来越高 来看一下 这个是很多人可能都没有注意到 这个是这个礼拜的新闻 因为 股价没有大表现 所以大家可能都忽调这个新闻 那这个是 动点是这样 是很多 那给大家一个重点的整理 重电设备已经 变成卖方市场 那你是想 卖方市场表示需求很强 攻击不够嘛 对不对 所以变成卖方市场 那这个时候 第一个 我可以挑市值挑软的吃 不是啦 奇怪为什么 为什么会有 这么顺口溜的感 我差一点就给他接下去 实在太好笑了 好 那 我们要讲的是卖方市场就是 市值挑软的吃 那这个 订单就要挑毛利高的来吃 所以他就有挑订单的能力 甚至于 这个 单子接不完怎么办 涨价啊 之前你们就看到晶片啊 或是被动元件 都出现过嘛 这就会有涨价的状况 所以这通篇要告诉我们 就说 因为 光北美的市场 他这个 变成卖方市场之后 那背景当然就是跟 大用电的需求越来越高 那跟AI的蓬勃发展 跟 能源转型都有关系 加在一起 不是只有台湾这样 美国也这样 光美国的市场就已经变这样 那欧洲呢 台积电现在不是这个礼拜才刚去 德国那边 应该是要动工吧 整个团队带过去那边 所以他台积电也在欧洲有设厂 那你去想 欧洲也在推半导体 半导体也非常吃电 再来 欧洲也会有很多的AI的 资料中心 也非常吃电 尤其在 绿能转 应该说 节能减碳这块欧洲 执行的 其实是最积极的 所以欧洲也会缺电 那你想想看 哇 这 等于是亚洲 美洲 欧洲全部都需要很多的电力设备 那根本扩产没有那么快 因为这是一个技术跟资本密集的一个产业 扩产没有那么快 但是呢 台湾在 整个交集 整个品质上面 非常受肯定 所以单子从美国这边来 从 欧洲这边也慢慢来 这就是一个长线的趋势 这个趋势你要放在心里面 每一次盘回来的时候 你就要去想一下 你就要去想一下这个 这个族群有没有回来 因为 人家这个业者都已经规划到 从2027到2030的订单已经开始在做规划 表示他在2027之前的订单是非常的保 非常的足 所以他才会去规划之后的产能 那就对了 好 那接下来呢 谈到这边 我们再回到大盘 你去思考一个问题 这边 我说过了 这条线上面 就是今年以来整个大盘上面套楼区最重的 那除了 浮宾 红海之外 如果他能发威 那当然 他要去滚量 带出大盘的量 蛮大帮助的 再配合原本的台积电 联发科 那再来呢 如果绿能族群里面有重电有电线的奶 还有绿电这几个次族群 都来发威 那是不是很容易吸引到人气进来 量是不是很容易就放出来 尤其是那个华城啊 来看一下 尤其华城 这个都已经 目前600多之前都已经快要来到千斤了 未来成为千斤蛮有机会的啊 所以他一旦动起来滚量 带人气 基本上这个族群我认为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扶贫 所以在整理的过程里面先去抓 有没有转强的个股出来 有没有已经standby 好了 当盘真的去突破季线的时候 他就能够跳出来 他就能够开始当领头羊 当整个次族群领头羊 好我们先从重电来看 第一个1514的亚利 整个重电族群在这一波回档的过程里面最强的就是 结构最强就是1514的 亚利 他们有跌破前低 当时这边我就跟大家提过 他是最 结构最强的 好那来到这边他是不是昨天 站上了月线 季线 所以他等于也站上 所有的均线 那接下来月线的扣底目前在这边 下个礼拜 他就慢慢扣到这里 明天如果再撑 撑一下推一下 量说就能够涨 在这边混一下 到时候 下礼拜就整个 来根 穿云舰 就所有的均线都被他扭上去 都变成往上翻牙 所以 就整个重电设备来讲 整个 结构最强的 亚利如果出来带头 那他基本上要再去带 1519的滑城 这个已经是一个破线翻翻上来了 目前就在这边 Standby 那再来呢 1513的中心电 他 小不度取过前提之后 扭回来 所以他基本上并没有 形成一个头部 那一样 他 目前在月纪线这附近 他可以做 他一旦动起来他常常量大 他常常会成为 当天成交值前10名的 所以他需要大量 他可以去带人气 而且 有一个很 妙的一个讯号在这一天 513号 你如果回头去查 那一天开跌停 然后一开跌停大概有 五六千张吧 明明前一天公布的财报 我看起来是整个重电设备里面第2名的3块多 相当不错为什么当天开跌停 我想到一个可能 人家对敲 那对敲的用意是什么 拿来当 传家宝 放在保险 保险箱里面吗 应该不是 那如果他是要拿来滚量作价呢 毕竹就是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 人家有了股票之后他就可以开始来作 价作量 开始来做这档股票 有这样的可能 至少到目前为止他们有去跌破 当天的低点 对敲那个位置 有可能是对敲 这是我的怀疑 会不会成真 后面如果他开始 整个股性改变开始有滚量作价 用冲的 那就对了 好那最后来看一下1503的 这个 试电 这个也是一个破线 那破线之后要翻上去 难度不高 所以你会发现 重电里面 党党 诶都非常有机会 在亚历的带动机下一呼百诺之下 就冲出来 这是第1个从重电里面 有指标股亚历 再来看另外一个 6869的 云豹 这是绿电的嘛对不对 基本上他的结构就是这样 回的时候 该手的位置有手 来到这边的时候 诶 目前 已经站上所有的群线 而且 这里你看得到的大量 他目前的股价就站在几乎所有大量之上 那表示上面的踏楼不中嘛 这边又是被关紧闭 所以他如果动起来他来带 其他的卖绿电的 这一档他也是同一挂的 云豹动起来 他就有机会去带其他的 最后一个电信电缆的 这一档也是很出大家意料的 哇有够强的 回的时候 几乎没有破前提对不对 那很快的又弹上来增上所有的均线 目前就在这个震盪区间的上远 上面只有这两三根的套筹码 一旦拉出去 他只会面对 玻璃了结麦啊 套筹码几乎没有 所以 如果 从整个绿能族群里面 重电 绿电 电线电缆 还有一个除能的 除能的也有 我先给你卖个关子 里面资料里面有 那 这绿能的次族群里面都有个股已经 站在宫崎的发展线 所以我认为如果 如果 我是说如果 我没有说一定 就是如果 当大盘走出 新美秀与站 是往北走 那绿电 绿能这一块又开始出来成为强势的 轮动族群 我是还蛮看好的 但是这是我的预测 所有的预测都需要旁边的 需要来做 确认 所以未来如果真的盘望 北走 那绿能的这块 你就可以去多留意这几档指标股 雅力 云豹 大雅 OK 刚刚大家都看到老师呢 今天提供了一张藏宝图 这里面藏了非常多的关键密码 包含了刚刚老师第1个讲到了 台积电现在最缺的就是 Covers的产能 那可是这些设备股 很多刚老师讲的万润 新宇甚至是 至胜这些其实价格对于我们来讲都有一点太贵 藏宝图里面就藏有 低价的 好股票 那到底是什么 就在藏宝图里面 那另外就是刚老师讲到 财积电除了Covers产能很缺 他也很缺电 所以呢在重电 绿能 甚至是除能这边 就有很多是 有基本面体质好 然后毛利率高的好股票 那也都在这藏宝图里面 甚至最后面还可以看到 还有一个 大补丸 到底大补丸里面是什么东西 哪些是具有爆发性发展 看起来就很厉害 那老师这个藏宝图到底要怎么可以索取呢 大补丸的这一部分 我所谈的就是说 什么产业对台积电的营运跟股价 持得很补 两个 AI跟 高速运算 那这里面 往往 很多股票已经涨了嘛 对不对 这两大族群有一个特色 旧不如新 所以我当然既然是藏宝图 我就会挑出那种 市场比较不了解 比较不清楚的这种新的AI股 他的筹码比较干净 他的股价爆发力会比较大 那 这一部分 也会放在我们的 物极必反的 长保图里面 所以 这一份长保图他是有生命的 他是有 产业趋势在里面的 就是从我们的 电子业的 旗舰 台积电 最缺 最怕 最浮的产业里面把好股票跳出来 放在这里面 所以呢 有兴趣的 可以拿回去 来 预先 一览 来先做了解 先做功课 那 QR Code或是底下会有连结 你都可以把他拿到手 OK 所以大家就 搭上台积电这艘旗舰航母 一起出海去寻找 藏保图 看我们大家可不可以像 鲁夫一样变成航海王 那今天的韭菜俱乐部就进行到这边 那谢谢大家呢 今天的收看 也持续要帮我们按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也帮我们分享给你更多的好朋友 那另外啊 如果想要知道 在这个时候怎么样分辨 或者是利用这个关键转折K棒 就老师常常讲的 破晓K棒跟黄昏K棒怎么利用的 那欢迎你加入赖申凯老师的LINE AT 小老鼠 AC1168 加入老师的LINE AT生活圈 跟老师一起努力求进步 那我们 韭菜俱乐部下个礼拜见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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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